台北市長柯文哲下午視察 由台大醫院負責的新設急門診站 被解讀是要破除叫不動醫護的傳聞 只是台大篩檢量比起其他站明顯少很多 柯文哲則是替台大緩頰 強調要保留最強部隊 台大醫院的院長也親上火線澄清 跟柯文哲不可能有溝通上的問題 好啦 我跟你講 我都沒有逼你們是為什麼的 你們是最後的預備隊 回到熟悉台大醫院職場 柯文哲閒和院長套交情 他已經上線了嗎 上線了啦 他怎麼沒有業績 有吧 23個 他沒有正常 你怎麼做開始不舒服 哇 你三天叫520 這麼薄的啊 雙北市背影社叫不動大醫院 柯文哲親自視察 中央要求在北市社的第二個篩檢站 台大醫學院體育館 似乎要證明自己醫學分量 院長都在這裡 叫不動 我自己都是台大的教授 不要挑玻璃間 我想我站在這裡就是一個最好的民政 現在還是台大的教授 還沒退休 只是戒掉而已 不可能說跟台大會有任何的溝通上的問題 只是對比北市新社吉門診站 聯誼負責的北市科每天可篩1000人 萬方醫院負責木柵機場天天篩800 17號上路 北龍負責的中正紀念堂站 幾乎每天都能篩到1200人 只有台大開放每週一到五卻只能日篩400人 但柯文哲這回先幫台大還家 台大運的扣針是無限量的 打戰有戰略戰術戰鬥 司令官一定要保留最強的一個部隊 做那個叫戰略預備部隊 總共預告九個點 台北三個點裡面 現在目前是開了北龍這個點 其他兩個點好像還有一些在協調中 那另外七個點已經開始在運作 疫情指揮官這頭卻是點名北市動作最慢 中央地方防疫大戰卻似乎演變成政治攻防 就是我想告知遙 台北部隊